還有培訓考用處蕭玉處長 還有給付福利處陳坤玉處長 以及人事資訊處副處長莊素宜 再來介紹全序部次長林文燦 再來介紹內政部邱昌玉次長 再來介紹人事處的甘文處長 以及經濟部人事處處長陳榮順 以及交通部主任秘書鄭次榮 人事處專門委員馮淑貞 以及行政院農委會副主任委員黃金城 還有人事事的主任李花書 大陸委員會的副主委邱垂正 還有人事事的主任林翠玲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副主委黃慶東 以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的副署長胡逸剛 還有人事處的王德允處長 再來是行政院環保署副署長張順貴 還有人事事的檢任視察鄭瓊華 再來是盟政委員會主任秘書陳明文 陳明仁 抱歉 謝謝 還有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的專門委員曾煥動 好 以上是出席的人員 好 那我們今天排定的議程呢 是邀請行政院秘書長以及行政院的人事行政總處 人事長列席 那麼就我們政府組織改造的工程 以及三級機關材政務常務任用雙軌制的具體的規劃 來進行專案報告並被質詢 那另外我們邀請了全序部的次長 內政部次長 經濟部次長 交通部次長 行政院農委會副主委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 以及原子能委員會的副主委 還有我們海岸巡防署的副署長 環保署副署長 盟障的主任秘書 就我們主管業務來列席備詢 那現在我們先請進行 先確認一下議事錄 好 那我們是不是先確認一下我們剛剛 我們在上次的一個議事錄 我們請教我們委員會的委員有沒有 對於針對上次議事錄的會議記錄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我們就先確認議事錄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行報告 我們先邀請行政院的陳秘書長 上台報告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早安 行政院為了有效的提升政府組織的運作 跟行政的效能 從民國101年開始逐步啟動了組織改造的作業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23個部會 以及所屬的96項的法案完成了立法 由於持續推動組改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從520之後 本院也重新的在檢視相關的組改的一個進度 針對還沒有完成組織調整的部會呢 我們依據跟其他部會間的關聯性較小 而且共識性高 以及展現精簡政府組織的意涵 或者是具有急迫性或前瞻性 且較少涉及跨部會的基本原則下 先行做調整 至於如果這個機關的組織的設計跟業務執掌比較複雜 而且社會各界對於它業務的歸屬仍然有不同想法的部分呢 本院將持續地繼續溝通跟協調 並且適時地規劃以及提出組織的調整案 來促進主改作業能夠完全地順利完成 另外為了要增加中央政府三級機關首長用人的調彈性 有效地活化人才的禁用管道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已經在開始延寧修正中央行政機關主司基準法的規定 希望能夠規劃部分的三級機關的首長 可以採政務跟常務的雙軌任用 擴大用人為財的一個管道 活絡機關的用人機制 當然也為了避免影響常任文官的升遷以及士氣 也會將民定三級機關的首長可以列為政務值的一個總額的上限 來兼顧常任文官的基本權益以及他發展的一個機會 上述這樣的一個修正的方向跟規劃 目的是為了要讓政府能夠靈活的用人 以及國家的政務推動更為順利 敬請各位委員能予以指教 謝謝 謝謝陳秘署長 接著邀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的施人事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安 非常榮幸應委員會的邀請就兩個重要的事情跟委員做一個報告 我想第一件事情是來跟委員報告有關行政院未來的組織改造大概的一些想法 另外一個就是行政院各部位所屬的三級機關 未來有規劃想要採政務跟常務雙軌制 那我們大概為什麼想要這樣做 還有準備怎麼做的一些報告 那我就這兩個部分分別跟 跟委員會做報告 第一個有關行政院組織改造的一個規劃 我想這個事情其實已經做了非常非常久 那終於在民國99年的時候通過了行政院組織法 那實際上的作業大概是從民國101年1月開始 我們就那時候的行政院也送進了各個部會的組織法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立法院在過去這幾年間逐一的審議 那到目前為止我想已經有一些部會都已經完成組織法立法的一個程序 那當然還有些沒有完成 那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做報告 細部報告的一個事情 那首先報告的是 目前根據行政院組織法 我們應該有29個部會 那目前已經完成了23個部會跟所屬的96個法案的一個審議 那當然剩下就還有一些部會沒有審議 那剛剛秘書長也大概提過 我們行政院在520以後大概採取了一個原則 就是要做分階段立法 那務實來推動這樣一個事情 那目前還沒有完成立法的部會有 內政部、經濟及能源部、交通及建設部、農業部 環境資源部跟大陸委員會 那總共有六個部會 那如果按照原來的規劃 六個部會下面還有44個所屬的三級機關的一個法案 還沒有完成審議 那當然海洋委員會本來已經經過審議 不過後來包括立法院也做出一個決議 要我們暫緩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也會並同來做一些討論 那接下來行政院要做的一個方式就是 採取分階段推動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預計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採取了幾個原則 挑一些跟這個原則相關的部會 或者機關先進行推動主改 那剛剛秘書長也大概提過 這原則包括跟其他部會間 關聯性較小而且共識性高 第二件事情呢 如果可以展現我們整個精簡政府組織意涵 第三個原則是具有急迫性或前瞻性 而且較少涉及跨部會的 所以根據這些原則呢 目前呢我們就有一些機關呢 大概會列入到第一階段的一個主改 這裡面包括陸委會 比如像說交通部下面的幾個機關 那當然也包括呢 行政院環保署呢 因為政策上還需要 極需要設立一個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那我們認為經濟及能源部呢 也可以適合來推優先推動 那最後呢當然會 並同的盟障委員會呢 也會跟著做猜測 那這是我們第一階段 大概規劃了主要的內容 那當然第二階段呢 還有一些部呢 沒有在第一階段進來 那這些部譬如說交通部 農業部 環支部 內政部 跟海委會 那這些部其實 它的業務跟執掌的範圍 真的比較複雜一點 而且外界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包括我們內部呢 不同的機關之間 還是有一些事情 大家再做一次溝通協調 所以我們大概 會繼續來努力做這個事情 不過我們自己設定 大概希望在明年底以前呢 這個還是要一個 一個大致上的方向出來 甚至把法案就送到這個 立法院來請 這個大院來做審查 那目前呢 我們就第一階段 已經在做了一些事情呢 我們大概內部已經發文 那事實上 各部也開始在做這些協助 包括陸委會經濟部 事實上呢 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他們都已經在 在做一些考量跟這個協助 繼續要進行 那交通部整個部 我們並沒有列入主改 但是交通部下面有四個局 那我們覺得他們 真的是要做 自己要做這個組織整併 那兩個兩個 併在一起 那我們認為這個 其實如果可以先走的話 可以展現呢 整個組織精簡的意涵 那事實上對交通部的運作 也會非常有幫忙 比如說 其中的 高速鐵路工程局呢 跟這個鐵路改建工程局 它會整併成為一個鐵道局 比如說 國道新鎮工程局跟高速公路局 這兩個呢 會整併成一個叫高工局 那我們會鼓勵呢 這兩個呢 就可以優先列在第一個階段來進行 那 剛剛新設了一個 應該是 環保署的化學局 那這個事實上是 為了要配合食安的源頭管理 那我們認為呢 有必要先 先行設立這個化學局 那 當然我們目前這個化學 主要是引用這個基準法的 這個36條規定 先以暫行組織規程 先成立化學局 不過後續呢 我們會 會來做這方面的一個立法 這主要是為了要 國人很重視的這個 食安管理 源頭管理的一個工作 那最後 盟倡委員會呢 我想這個在本來的 行政組織法 就已經 就已經提到 盟倡委員會將不再存在 那只是說 未來業務應該要到哪裡去 那這個我們行政業的態度是 我們會根據盟倡委員會的 現在的業務 看它適合到哪一個部會去 我們就移到那一個部會去 我想這是我們未來在處理 這個盟倡委員會的一個 規劃的一個原則 大的方向是這樣子 那這是有關第一個部分呢 跟委員會報告 有關我們未來這個 行政界主改的 大致上的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報告是有關的 這個委員會要求我來做 做說明的是 三級機關要採取 常務跟政務雙軌任用這個 一個構想跟規劃 那我大概先說明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那這個其實跟台灣的整個 行政部門運作是非常息息相關的 因為我們的中央政府的 多數的部會 其實它設了非常多三級機關 那有很多的三級機關呢 事實上有龐大的預算跟人力 甚至三級機關也負責很重要的 政策跟法規作用法的研理 比如說有非常多的三級機關 它的預算呢 可能動輒都是年度預算 都是二十幾億以上 甚至有三級機關主管 上百億的預算 那我想這是我們 實務上運作 幾十年來就是這樣一個運作 那我想以這個角度來講 只是要說明一件事情 中央政府的部會的三級機關 在行政院的角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肩負落實 總統院長跟部會的施政理念的責任 所以三級機關 怎麼樣讓它有一個比較好的運作 跟行政院的關係 或者跟部會關係比較好 其實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不管哪一個政黨執政 它必須要去正式面對 一個制度面的一個現實 那正因為部分的三級機關 肩負政策角色 它的首長呢 如果可以有機會是政務職 它就會受到部長的直接的 政務指揮跟政治責任的監督 這可以彰顯民主的責任政治的需求 這樣一個方式也同時可以讓長任的文官 不必直接面對民意機關的一個苛責 這個跟民主政治裡面強調 文官必須要政治中立的精神 其實反而會比較是密切的 那三級機關採取政務跟產務 雙軌制的內容 這不是現在的創舉 事實上現在的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礎法的第18條 裡面就有明文的規定 說可以用這種方式 只是過去在行政院主改過程裡面 比較少用這個機制 所以我想我們這一次的構想 其實是基於原本的法律的一個條文 然後做一個更全面性的一個檢討 然後希望有機會在部分的三級機關 實施政務跟產務的雙軌制 那大致上我們未來會怎麼做 大概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說 我們會增加三級機關首長 可能可以雙軌制的運用的一個彈性 使得負責政策擬定 跟推動重要的這種組跟局 除了也可以長任文官擔任以外 事實上也可以用政務跟長任雙軌 這種做法是可以讓我們的行政院 各部位可以有適當的方式 去研攬民間適當的人才 來擔任機關首長 活化人力競用的管道 那這個當然就必須要修改 我們現在的一個基準法 那目前的基準法是八條 已經有說這樣一個文字 只是我們會把這個文字 做一個更全盤的一個檢討來訂定 那目前呢 事實上我們已經有中央健保署 就是一個雙軌制 我們的空情總隊也是雙軌制 所以目前只是少用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基本上基於這個原則呢 然後勿實地去討論說 怎麼樣讓雙軌制裡面呢 哪些組跟局比較適合配置這個 用政務跟長務的一個雙軌制的一個方式 那原則上呢 我想第二點報告說 我們規劃未來在三級機關裡面 會比較列入考慮呢 用雙軌制的 它一定要有一個特色 也就是說它的機關呢 基本上是負責呢 那個部裡面重要的政策的擬定 或者法制規劃的擬定 或者是這個機關呢 實際上預算規模非常大 我們基本上會用這兩個原則交互使用呢 才能才會考慮說 適當的使用這個政務跟雙軌 但是同樣的 我們一定會限制一個上限的比例 因為這是要確保呢 我們傳統上呢 我們還是呢 文官呢 有一些生涯發展的規劃 讓優秀文官能夠繼續擔任機關的首長 所以這個是整個未來規劃的一個方向 那即使任何一個職務 變成政務跟雙軌制任用 並不表示它一定呢 一直都要用藏物 或者一直都要政務 其實呢 行政院呢 部會可以根據運作的一個經驗呢 然後在不同的時間裡面 使用不同的一個機制來做一個選擇 那我想今天呢 還是很榮幸來跟這個委員會 做這兩個方向性的一個報告 那未來呢 如果我們這個應搭配這兩個工作 然後會送進各式各樣的組織法案 或者基準法來修正呢 那當然在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來修正呢 我們必須要會同這個考試院來提案 那不管怎麼樣 當法案如果有送到大院來審議的時候 我們還非常希望這個 敬請各位委員能夠鼎勵支持完成這個立法 好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施仁市長 那麼請教一下 我們各單位有沒有要補充報告的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陸委會也有提供一份書面的資料 我們請委員參考 那我們現在呢 就進行 等一下 好 我們現在這個 現在進行巡答 每位委員的發言時間有八分鐘 那必要我們可以延長兩分鐘 那上午我們十點半就截止登記發言 我們先請登記第一位的段儀康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我們請這個施仁市長 市長 段儀 您早 市長您好 段儀 三級機關 政務跟常務任用雙軌制 那麼你們的中央行政機關組織計程法的修正案送進來沒有 還沒有 目前還在規劃中 但是因為我自己也有提案 這個我的提案大概在你們新聞發布之前 我們兩個應該沒有商量過 沒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是我自己長期觀察這個三級機關 因為我之前也跟你質詢過 關於三級機關的這個手掌列等的問題 沒有說上一次那個EU報告的時候 是 所以我認為啊 其實現在的這個三級機關的這個 首長的任用資格顯然是過於僵化而有問題 但是我要先警告你 因為我自己的提案已經被國民黨黨團 在院會退回程序委員會兩次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退喔 那麼既然趙偉今天排了這樣的一個這個題目啊 表示這個國民黨黨團也認為這個題目很重要 但是為什麼不讓這個法案呢 可以到委員會來討論喔 我不曉得原因 但是我這邊必須要說明喔 我覺得我們的整個文官體制啊 其實有很大的問題 邏輯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給其實過去啊 其實過去啊的國民黨政府也認為 現有的三級機關首長的任用 其實是這個限制啊其實是過多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在上一屆啊有一個這個法案 是把營建署啊要改制啊就是主改 要改成國土管理署 但是呢因為主改沒有過 在國土管理署的署長的任用資格第三條 本署至署長一人啊職務比照檢認13指等 或列13指等 這個就是雙軌任用 那營建署為什麼 就即便改成叫做國土管理署啊 它的業務看起來好像比較多 但實際上還是在做營建署的這個這個業務 其實你看我們所有的三級機關 我如果把它照105年的預算規模 來照排列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他們的業務反檢差的非常的多之外 他們所能夠控制的預算 或者分配的預算 其實有的是非常之龐大 你譬如說營建署啊 105年250億 可是比營建署預算還要多的 還有其他的三級機關啊 你譬如說這個公路總局 超有到500億的規模 或者即便預算不一定那麼多 但是它的政策性質其實是非常的強 譬如說我們看水利署 還有150億的預算 我們也知道水利署其實這個預算 其實牽涉到非常非常多的資源分配 所以他這個署長他其實包括了他在做分配的功能 跟他在參與制定政策的時候 他有相當的決定前這點上 其實他們應該要給他們有政務任用的空間 我相信這點您是同意的 所以你們會對外宣布啊 要往這個方向去推動 但是我必須在那邊提醒你 除了這些三級機關之外 我們來檢討現在的文官的這個任用的制度啊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每一個部會 現在包括交通部內政部啊 有四個部會主改沒有完成啊 所以還有兩位常務次長 跟一位政務次長 其他的主改完成就是兩位政務次長 一位常務次長對不對 那我要請問說 啊一樣是次長 這三位裡面 不管是一位或兩位常務次長 為什麼要有常務次長跟政務次長 他難道只是因為任用的資格不同嗎 他在功能上面或他的角色上面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跟委員說明喔 現在實務上當然每個機關在怎麼樣區分 常務次長跟政務次長的一個功能 我想每個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只是那個政策性的功能 可能每個機關呢 可能用的方式不太一樣 不過容許我多講30分鐘 30秒 我覺得 如果你去看各國的制度來講 美國就沒有常務次長這種概念 常務次長是典型的 議會內閣制下面的一個設計的一個基準 所以我覺得 我還是今天如果有機會 等一下有機會 我想跟委員報告這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推動這種三級機關這種概念的時候 其實他尚未還是跟我們的政府體制內 不能夠完全偷鉤的 是 其實我給大家看一個表 你可以 沒關係我沒有做出來 我大概簡單的跟您講 譬如說我們用 譬如說我們用幾個單位 衛福部好了 因為衛福部的功能 這個業務非常的多 衛福部的次長 何啟工跟呂寶靜兩位政務次長 蔡生田是常務次長 他們怎麼分工呢 你看 何啟工負責食安 呂寶靜負責長照 然後蔡生田負責醫療 那你從他們負責的業務你看不出 為什麼醫療就必須是常務次長負責 然後為什麼食安是常照跟是政務次長負責 譬如你看教育部 為什麼陳良基這位政務次長 他要負責高等教育 然後我們看 最底下的這個林騰交 他要負責國民跟學前教育 國民教育跟學前教育 是什麼道理呢 是比較基層的 年紀比較小的 有常務次長負責嗎 我相信大概不是這樣 那你的邏輯是什麼呢 我們看交通部 一位政務次長負責軌道 跟油電 那常務次長其他事常務次長負責 那為什麼呢 觀光的政策性質不夠強嗎 到底是什麼 有可能是每一個部長他看他手 手底下的次長的專長 或者大家業務平均分配一下 那這個常務次長這個常務 我為什麼要有一個次長是常務的 如果說我們要用英國的那一套的話 我們其他的文官的邏輯也沒有配合啊 我們如果要用美國的那一套的話 我們所有的次長都應該是政務 對不對 連我們的三級機關首長 其實也都是政務任用 在美國幾乎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我們的文官邏輯到底是什麼 我們傳統上都說 英國的文官制度做最健全 可是英國的文官制度 這幾百兩百年來修大改過多少次 對不對 我相信您非常清楚 然後呢我們在邏輯錯亂 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或兩個常務次長 次長也有常務也有政務 但除了他們的任用資格之後 我們完全看不出來 英國的常任文官是不可以轉任政務官的 對不對 我的了解他們是非常奮力的 對 他不可以去說我常務次長做一做 然後我去當政務次長然後我去當部長 可在台灣認為這是一個官員升遷的正常管道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去分 要這樣子去分立呢 因為要確保文官的中立 然後確保文官不用去替政黨服務 你才能夠升遷 可我們的邏輯不是這樣 我們的叫做爭拔人才的管道其實非常的混亂 我們沒有一個分際 我們的常任文官 他不用卸著 他可能辦了退休 他年紀到了就辦了退休 辦退休他沒有防火牆啊 我們即便他辦了退休他不再是常任文官 我們至少要一個防火牆你要一年兩年三年之後 你才能再出任政務官 或者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公務員參選 上一次衛福部那位署長求俗提 我質疑他說公務員為什麼可以參選 他說這個法律保障 那是法律出問題啊 公務員如果可以參選的話 各位可以想像 這個部長也可以想像 假設有一個縣市的農業級的一位科長 他如果要去選舉的話 他即便我們現在規定是他要請假 他請假請多久呢 也沒有人知道 他也沒有規定說你要離職一年 他沒有規定說你必須要辭職我請假就好了 我請假沒有選上我回來繼續當我的科長 然後我下次可能要再選 然後我在做這個科長的職務的時候 我的腦袋裡面會不會想到我自己的選舉 這莫名其妙嘛 很多國家規定文官不得參選 或者至少是哪一些選舉的項目他不能參選 他有他的道理 可是我們剛好被到這個反其道而行 我保障文官參選的權利 還規定 這個行政中立法還規定說他的上級長官不可以 不准嫁 這個邏輯就是我必須要保護你 我確保你可以參選 我們為什麼要確保文官可以參選 文官本來就不應該參選 文官既然要行政中立 他連助選都不可以 他為什麼可以參選 這邏輯就是混亂啊 所以我們的整個人事 我們的文官制度的混亂 就是我們東拿一點西拿一點 然後自己想像一點然後湊在一起 您既然當了任市長 您就應該就我們所有的文官制度的邏輯 要把它一致 應該要整合 所以在這邊啊要請任市長 我們不光是主改 不光是三級首長的任用 我們希望你能夠提出一套 我們文官制度有一致性的邏輯制度 好不好 好 跟委員報告 我想雖然委員談了很多 制度本身的主管機關在考試院 不過我想 台灣其實是在一個民主轉型過程裡面 我們整個人事制度包括文官制度 必須要清楚的 跟著做一些應該有的一個配套 一個轉型 我非常同意這種看法 不過這部分主管機關是考試院 我們不敢期待考試院 我們希望行政院能夠有擔當 能夠提出改革的方向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段委員 我們接著邀請柯建民委員發言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各位列習官員 請人事長 各位委員同仁 早 今天有兩個人本身在這裡還是要以肯定 第一個就是剛才發言的段位康委員 過去他很少在施法人會 本身來以後他提出有關於組織再造問題 把基準法提出 那這個是非常有前瞻性 另外一個當然 再一張挑戰執政黨天津第一 當然我們希望把話抽清楚 所以今天有這個機會 許主席委員排這個背行 我們是肯定的 但是希望大家要用理性來談 那剛才段康委員有講到一個 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 上禮拜驗會的時候 段康委員首提的基準法修正案 被國民黨第二度退 退法案 可是當天的場景大家要知道 實在一樣提出有關於立法院的點名表決問題 被國民黨退 我們那天是假裝 我們用表決 讓實在一樣的法案能夠復委 那對於段康委員 我們那天為什麼沒有表決 我們希望就是說 大家能夠好好的談清楚 好好的談清楚 這是代表民進黨在這個議題上面的謙卑 以及我們希望能夠大家有冷靜的時刻來談 我們先做給國民黨看 那到底我們當天就可以表決 所以今天行政法委員排這個 當然大家好好談 會提到這個問題 應該是 熱禁蔡總統所提的 九人小組 當天我在會議上 聽到你談到 有關於三級機關 以及基準法修正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本身在這裡先問你一個法案 有關於第一次法修正 的時候 你知道立法修正 把這個 這個 之家室的一級機關所長 是不是改為全部政府職 對沒有錯 那其他改為這個 其他縣市改為一半是政府職 這在什麼時候通過 這應該是在 2005年大概是民國94年左右前後提的一個修正 10年前民黨執政的時候 提出這個法案 那現在 那時候只有兩讀治療室而已 那有意見 未來政府組織在造的問題 所以提出這個法案 當初在2005年 94年提的時候 這超級都沒有意見 所以今天 包括我們要來談的就是說 整個我們現在面對三級機關 包括政府的組織在造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課題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陳總統 陳天聰職的時候 在總統成立 政府改造委員會 我想這段歷史上 這段歷史大家 來回顧一下 陳總統成立 政府改造委員會 所以 接下去 整個政府的主改 主改在郵權院長的時代 包括當時的政委員 葉益晉聰政委員 他是研考會主委 開始在立法院推動 已經走了十幾年了 那今天為止 我們主改做到什麼程度 這一點大家一起來探討 這個就是天東的 主改以及金融法修正 我今天特別要點出這個問題就是說 日本 在政府整治 政府設計上面 他們提出有關鍵是什麼 叫政府農機觀念 我們土地有農機率的問題 就是說政府組織也要農機的觀念 都是 當然這牽涉到基礎法 組織法以及總統原法等等 包括五個法案 那今天我們要談這個 包括主改造 尤其是 有關於三級機關 政府產物雙回的問題 這是一個國家很嚴肅面對 但是最近我們看到 國民黨的言論 一直抹黑 一直說這個民進黨 民進黨現在要 整個要守神父 各個三級機關 又什麼貪腐什麼等等 這些言論都是不正確的 我們從現在 我們來看一下 五里以後 小營政府 被一直過病了 一個很大問題 也就是說 整個行政機關的政府所長 政府官 有的是國民黨實在演繹下來 這是 在政府 我們今天要談到 整個國家重新開的時候 我們要面對什麼 面對年輕改革 面對司法改革 轉型生意等等 很多改革 但是在政府 小營當總統以後 我們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只要是國家人才 都可以任用 所以並不是像國民黨講的 我們全國人爬去 三級機關也要整個政府職務職 開始要貪腐等等 這個 政府就是只有 政論結論安平嘴 胡說八道可以 但是呢 大家在立法院這個電場上 大家很冷靜 你心裡面對這個問題 還是要貪腐 我們今天執政的 很多政府官 國民黨人才沒有用啊 在很多部會 很多 很多 改改的 包括國務院 包括很多單位 可以換很多 沒有,沒有換 能夠用的 都是國家人才 所以 不可能說 為了文化從龐來 連這些三級機關 好 我們就要開出一段搞 這是一個 很嚴肅的 組織再造 但是我今天要在這裡特別提到一點 政府的組織再造包括什麼呢 組織再造還包括憲政改革 包括年輕改革也有關係 包括國會改造 包括責任政治 這是一套的 這是整個是一套的觀念 所以這個組織再造 剛才您有談到有關於美國英國談到這個問題 總統制的國家 美國現在大家知道 十一月以後 誰罷了以後 誰上來就全部換 因為他總統制的國家 今天是中央政府體制的問題 今天我們中央政府體制的所謂雙總統制 到底是內閣總統制 大家一直沒有定位 所以上禮拜大法官同意前行使的時候 黃昌趙雲準大法官 他被提名人 他談到一個 憲政 進行性的 所謂這個 發展中的 發展中的憲政管理 事實上就是這個觀念 整個我們國家體制 一直發展中 一直創造憲政管理 因為要憲改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央政府體制沒有辦法 以後沒有辦法來修正的時候 就有發展中的憲政管理 這是一個憲法的 憲法的補充嘛 而且是 憲政的一種補充 一個發展 一個修正 這沒有什麼違憲之餘 所以今天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持平民 這個問題 沒有錯 從中央政府體制開始談 我們這大會中央政府體制 到底是不是責任政治 假如是責任政治的時候 不過 是不是啊 我們要包括立法醫現在 國會改革要談到一個 聽證權的問題 關於貝勤義機來聽證的時候 我只要說謊的時候 是不是要下台 你請問文官怎麼下台呢 我們都是文官是政府 現在三行機關的文官 是掌握國家最後資源的 掌握國家資源 動載數百億啊 我請問 有一個問題齁 我們現在 有沒有這樣雙鬼字的時候 當然有一個重大政策推動 以及法治面 你剛才談過嘛 對不對 對 以及預算面 另外的員額 多少人 所以這個 到底目前 我們現在 所有三行機關掌握的 預算規模 超過20億喔 多少 跟委員報告 雖然 雖然 我沒有 我現在沒有辦法給文一個完整的數字 不過 我知道至少應該有 30個以上 應該是年度的決算 我想是決算數 以去年來講 以去年來講 當然是這個 這個 你忘記一點 這還有他的基金耶 對沒有錯 基金又沒有加進來 這個是沒有加進來 我現在想要委員再問了 有了500億 300億了 一大堆啊 是不是這樣 各位委員報告沒有錯 未來基金法修正 這個是一個參考數字 我現在不敢講說 應該多少 可以來雙鬼 當然是你要從 尤其很大的重大政策 包括現在我們要談的最重要 一個電源法修正 年限政策的問題 很多國家重大政策推動 我們不是說文官我們不信任 但是整個政府在照 我們都看到第一次法修正 修正以後 六都都全部改為政府官 所以這個數字到底多少 那可以 你應該去想一下 好 醫院規模多少 這個有一些參考 參考數字 用這個參考數字 我們我希望 你會讓大家為國家整個發展 大家共同來面對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 一直沒有完成的課題 當然 有以前院長的時候 政府指數在照 國民黨是怎麼臨時民進黨 你後來也當了原告會主委 當然有一天我看到 已經在裏面協商到最後 協商12個鐘頭 還是沒有辦法完成 我看到江 那時候江 那時候江 江偉華主委 原告會主委 很 失望的離開立委員被贏 坦白說 那一刻已經到晚深夜12點多 我眼睛看起來差點掉下來 那實在正大為國家努力 但是嘲笑也大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完成 國民黨當初是下了 每天剩下22個部會 一級之關 今天國民黨通過的是29個 然後 二級之關部會只有12個 所以這個整個政府指數在照 我今天在這裡 我關於政府在照 以及整個三級區關 政府雙毀的問題 政府財務雙毀的問題 我在這裡 我們肯定今天這樣排案 但是請大家 用國家未來煩惱方向上 來好好思考 這個簽證到政府主席在照 包括簽證改革的問題 包括國會改革 包括年輕改革 和年輕改革的關係就是說 因為 有些 常務 常務的 你要叫他政府的時候 他必頒退休 那這個制度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他還要思考一下 是他年資可以保留 然後以後匪任的時候 這樣的國家人才 採用過一直輪替 只要是能夠替國家 都是全國之英才 都可以進到政府體系來 那我們對於 對於常務文官 當然也有很多 制度上的設計 他可以轉政務 再轉回來 所以應該要設計一套 完整的配套措施 我們來談 今天來談這個 所謂的 讓這個 組織在照的問題 那位 人事長 我知道是 你在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人 而且你在過去政府裡面 也 這樣一晚以後 你也 不是講 這個 葉主委以後 你也當過主委 你是 我肯定你的專業 你也溝通人意 那 我們希望 今天 大家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一起來看待 剛剛 這個組織在照 在國民黨執政這八年中 為什麼沒完成 最重要負責的就是 那時候第一任的主委 江議法 後來當行政院長 他是 把 基準法 以及總委員法 不提了 是一個沒有基準法 沒有基準法 沒有總委員法的 主持栽造 只要通過 行政組織法 只要通過 行政法案法 以及佔員條例 為了這個事情 讓這個 國民黨 前 副主席 叫江明昏 江明昏過去很認真在討論 政府主持栽造問題 特別來幫公室告訴我 他 他會執務馬田總統 所以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拜託 所有朝委立委 大家共同來面對 這個歷史的時刻 這整個政府 要如何有競爭力 整個政府的改造 這不是 不要用藍綠對立的觀念 來看待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柯委員 接著邀請林德福委員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是不是請那個陳秘書長跟師任市長 邀請陳秘書長 師任市長 秘書長我請教你 我想第二次 執政決策協調會議 那蔡總統 確認行政院的提議 未來中央政府的三級機關首長 未必都由文官來出任 那請問這項提議的定案 是不是直接衝擊到 常論文官未來升遷的這個速度 我想這個是讓政府用人更具有彈性 應該不是說對文官的升遷產生一定的 因為齁 那個秘書長 升遷管道 管道變成縮小 那依現況來看 是不是也打擊到整個公務人員的士氣 因您看 我自己過去也是文官 所以我其實認為 其實同仁在每一個位置上 能夠盡他的所能 發揮他的所長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機會的 我請教齁 將來會有一定比例的 採取證務 常務 任用的這個雙軌制 那請問 這個雙軌制是由 誰來決定任用的比例 誰來決定 您所謂的 您所說的是總額的管制嗎 你今天 他要是在整個體系裡面 他原來有的 既有的 那你現在要 把這個既有的 原來的這個常務 變成證務 那這個 到底是由誰來決定 他任用的比例 我們的總額管制 未來會在 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上面 做一個規範 這個是立法院就可以來協助我們 把這個總額做一個管制 那如果委員所提到的是說 將來如果某個機關是雙軌制 究竟要用證務值的還是常任的 當然首長有這個權限去做一個衡量 那我請教齁 三級機關首長 適用雙軌制 有沒有依循的一個標準 這個可不可以請仁市長 跟您做他整個規劃 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目前 的規劃方向是以 如果這個機關負責的政策角色比較重 或者是他的預算規模 年度預算規模大 這些才會列入我們考慮的那個標準之一 那我請教齁 這個到底是依首長的喜好 還是依專業來評定 這個不可能是喜好的問題 這當然是一個 以那個職位的功能性上去做一個考量 那需不需要做一些比試面試啊 會不會有必要 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是一個高階的這個機關首長 所以說都不必 我想不是因為說你去比試 就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當然我們會綜合考量他過去的經驗啊 還有資歷啊 這些可能比那個比試 還更能夠了解 這一個人過去的一個表現 那我再進一步請教 要是有酒駕紀錄的 有酒駕紀錄的 會不會 作為是否任用的考慮 跟委員報告 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 進入到這麼細部的一個 對 將來啊 因為你有這種想法 對 委員這種指教呢 我當然要問啊 我想委員這種指教 我們會納入考慮 對不對 對 對 你不要說把酒駕 將來也納進去 我現在不是說贊成 或者反對 我知道 但是我認為說 像有這種考慮 當然你們就要 這個要去審慎的去探討 那秘書長我再請教 法務部底下的三級機關 有調查局 有人 有這個 連政署 有執行署 矯正署 這個最高 還有抬高檢等等 你認為 適用雙軌 可以 這個 這樣的 這個任用 你認為可行嗎 我想 人事總署之前 大概已經提了 如果是屬於那種 所謂的 執法的機關的部分 原則上是 比較不適合 用雙軌制的 就是 我想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剛剛講的兩個大原則 跟 政策 政策角色跟預算 不過我們也 誤實的去了解 台灣整個 政府運作 跟社會上的一些看法 所以 目前 如果是偏執法部門的 我們會比較 不把它列入這種 所以說 將來的 不過我想這個部分 還是要個案討論啦 對不對 調查局 連政署 執行署 矯正署 包括最高檢 包括抬高檢 這些 將來是應該 不必納進 納進去考慮 檢查系統是 應該是絕對不會納進來 因為他本來就 有一套機制在處理 好 我想 這個 我一直認為說 其實 現階段 這個 這個政務官 異動 平緩 是常態 那你認為 人事應用上 難道 你認為會不會有問題啊 因為政務有時候 也一直在更替啊 跟委員幫 我想 政務官的一個 來來去去 本來就是 民主政治的一個常態 不過我想 任何一個執政的政府 一定會盡最大的 努力 跟從社會 多元的角度 去尋找這個 適任的人力 那你認為 這個 雙軌制 對現有的這些文官體制 到底是 你認為是改善 還是破壞 你能看 我想 可能這不是選擇體的問題啦 我們只是 根據一個政府運作的需要 選定適當的 這個機關 做雙軌制 那雙軌制 並不是表示說 一定要用哪一軌 事實上他才一個動態的 一個調整過程 民主黨 因為 新政府提出的三級首長 採雙軌制 可以強化機關的專業 來活化人才 禁用的管道 讓政府可以引進 更多外部的人才 那請問 這些人才比例 外補制度 難道 你認為 都沒有缺點嗎 您所指的是 文官的外補制度嗎 對 人才比 人才才比例 這個外補制度 那你認為這些 都沒有缺點嗎 要是淪為仇用式的 或私人擴權 那 就 會不會變成 這個 到最後變成 好像有一點 這個滑重取寵 會不會變成這種狀況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剛剛 任市長在報告已經談到 其實在中安組織基準法 在十年前 其實這個 就已經有這樣的機制了 所以我們應該正面去看待 這樣子的一個政府用人 不要這麼僵化的一個制度 讓他能夠往好的 正面的方向去做 去推動跟運作 那個民主長 是 因為行政院建議 有關人才 進用的制度 重點應該在 強化政府的專業 齁 那如果限制 由文官來擔任 很無法 讓外界具 具有 實務經驗和 創新思維的 這些專業人才 齁 那 進到政府的體系當中 來服務 那請問 哪些 是 有能夠在政府 專業的這個 實務經驗 經驗上 齁 那 和創新思維的去發揮 你認為呢 因為目前我們也有兩個三級機關的首長 已經是一個政務職的任用 我想大家也可以去評估一下 其實這樣的一個方式 一個方向是對的 那你認為要是說 這種方向 民意代表 例如立委啊 議員啊 是不是適合 這些人才的一些選項 我想 只要是政務職 各方的人才 我想從專業的考量 或者他自己的一個過去的 呃 經驗如果是很合適的話 用人為才是沒有至於限制的 那個民主長 因為政府組織在改造 確認行政院提出的 這個兩階段 主改 的規劃 那第一階段是處理 呃 這個 共識性的 較高的部分 其餘的 這個 部會 這個主改的工作 則列入第二階段來辦理 那請問 因為主力大 那主改會不會 變成半吊子的一個主改 會不會 我想不會的 我們只是希望 再多給我們一點點時間 跟社會溝通 跟大家去取得一個共識 所以 任長也提了 即便是第二階段 我們也會很快的 就啟動 那第二階段的主改 工作困難度高 你認為 如何進行協調作業 才能夠有辦法去突破 整個目前的僵局 好這個請 任市長看看他們目前的規劃 跟委員報 我想第二階段 確實相對比較複雜 不過最重要的事情 應該是 我們一定要先做好 內部的所有的溝通 那內部溝通完 事實上院裡面 在這方面 經常也會給予這個協助 那另外 當我們溝通完以後呢 我覺得 以我過去參與這個主改 以前的經驗來講 當內部溝通完以後呢 我想行政院最重要是要紀律 我想當法案一旦送出 當我們內部溝通完 還是會跟外部做 應該有一些溝通 當我們法案 送到行政院以後呢 送到 對不起 送到立法案以後呢 我們行政院 所有的部會 就必須跟著這個法案 來進行 我想這個是 這個是 過去我認為呢 很重要一個 怎麼樣 完成立法機制 一個很重要一個元素 我再請教齁 我想林前院長 在總質詢的時候說 海洋委員會 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那成立時程 會往後來拖延 至於說 環境資源部的成立 涉及其他部會業務 這個移波的部分 比較複雜 那兩者尚未在 立即要調整的工作表上面 那請問 除了這兩個部會 不在工作表上 你認為 有哪些部會 可以立即 來做一些調整 我們在第一階段 就提到 譬如像說 大陸委員會就可以 馬上走 然後我們也可以 裁測這個 盟障委員會 那我們認為 經濟及能源部呢 大致上跟其他部會的 關聯性比較小 共識也高 所以類似這些單位呢 這些部會 我們都會列入第一階段 優先來推動一個名單 那你認為 第二階段 原先存在這個 主改爭議的 這些部會機關 要怎麼去 做溝通 去平息 我想 並不是所有的問題 要重新來啦 就是說裡面 每一個 部會之間 還涉及到某些 最重要少數幾點的 一個關鍵點 我們要主意來跟 這個部會呢 內部做溝通 也跟外界的一些團體 一些意見跟想法 做往溝通 那我想這個我們一定會努力來完成這個事情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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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請 許淑華 許淑華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邀請 施仁市長 請施仁市長 對 請 委員好 您在那個書面報告第四頁跟第五頁當中 您特別提到 首長要採政務職 付大院接受法案和預算案的質詢 才能彰顯行政權對立法權的尊重 而非讓常任文官需直接面對民意機關的課責 我先請問你喔 如果按照您的這個報告來講的話 是不是以後到行政院到立法院來接受備詢 都必須要是這個政務職的齁 這一點我想我想要請教你 而且齁還是不能請假才能夠表現出 我們這個行政體系對立法院的一個職責 來我先請教你 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是一個規劃的構想 那剛剛我想我在回答這個前面委員已經提到說 如果在美國的一個制度下 就幾乎全部都是要政務職 可是因為我們畢竟歷史這樣走過來並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務實的做這種調整才想說 事實上呢 我們還是要尊重本來運作一個機制 所以只是把部分的這個三級機關 有可能會規劃成雙軌制 我知道 那如果規劃成雙軌制他比較可以 我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說以後到立法院來 到立法院來都是要政務職才能夠表現尊重 而且不能請假 那我請教你 你說這個面對常任文官 會面對民意機關的苛責 來我請你舉例 我想這個意思就是說 任何一個機關首長到立法院來做備詢 他當然必須要接受立法部門的質詢跟苛責 他本意就是這樣一個意思 只是說我們過去傳統上就是由魂官來擔任 那我請教 比方說中央氣象局的局長 這是最容易受到民意機關所苛責的算不算 比方說這個哪一天我們首長決定 要不要放半天放全天 那麼結果呢這個放假之後 導致很多的民怨 那麼怪了我們中央氣象局的局長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樣中央氣象局的局長 是不是未來要改做任務官會比較好 我想每一個個案呢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還沒有進入到個案的一個討論 那個大的原則還是 就按照你的理論啦 你的邏輯啊 你這樣的報告啊 我還是要回去看他到底 我知道中央氣象局的預算 其實有一定程度的一個預算 這是你的報告啦 沒錯 你今天的報告是講說 為了避免這些文官嘛 常任文官面對民意機關的苛責嘛 那當然嘛 政治的任用當然有它政治的責任嘛 那按照你這個邏輯來講 我有點不清楚 就是我不曉得這個專題報告是誰幫你擬的 聽起來都有點怪怪的 好啦 那不重要 我現在要問你的是說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要採取這個雙軌併用的 就是蔡英文總統呢 在第二次的這個匯報當中決定了嘛 那你是什麼時候得知的 你是事前就得知了 有在參與跟蔡總統有在研究 要改成雙軌制 決定要排版定案 或者是你是當天參加會議的時候 蔡總統告訴你 決定要採取這樣的雙軌任用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在這個新政府上台以前 其實就因為我在學校教書 那這我是長期知道一個研究 那事實上在過去有一些過程裡面 也跟當初民進黨的一個智庫提過 提過這樣一個想法 我是說現在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啦 你之前就有在規劃了嘛 但是你從蔡總統拍板定案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 是當天參加會議知道的 還是你先前就已經有跟蔡總統 就這個雙軌的制度就在討論 沒有這是行政院之前 就應該跟總統有過一些 一些互動跟討論 那我想我行政院要求我做這樣一個說明 所以我們就去會議裡面報告蔡總統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啦 我現在不是講行政院 當天的會議你有參加對不對 對 我去做報告 那你是之前行政院就告訴你了 我們有這樣的計畫 請你來一起來協助 又或者是你是當天被通知的這個會議 會議當中你知道最後要排版定案 還要做成雙軌制 沒有這行政院之前就跟我談過這個事情 好 所以你之前也就知道了 所以代表說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你也提供了很多的意見 給蔡總統來做一個參考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沒有 我想我是代表這個院長要我 來先做這樣的規劃 那我事先都有在行政院 跟院長這邊做過報告 那那一天的會議是 等於是行政院要求我去做 在會場上做一個說明 好 因為我看到你們 蔡總統11月10號 11號定案之後 你13號 人事總處就發了一個新聞稿 你有特別提到 為免其專業 應面對政治干擾而受影響 部分三級機關 以政務任用是有必要性的 那我現在不懂 三級機關改成政務任用 難道就不會被政治干擾了嗎 到底這個政治干擾 我們都知道政治責任 它既然是用政務官來任用的話 它相對一定有它的責任 但是未必跟文官體制 就是改成這樣 到底哪一個受政治影響 干擾的比較多 所以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你會提出這樣的看法 那我想你特別你過去呢 你在這個對於行政的部門 特別你也是專家學者 對這方面的研究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 政治跟行政分立嘛 所以我們都希望說 排除政治對行政的干擾 這個我希望我們也是國家 常態以來為我們文官培育出來的 很好的一個機制嘛 那現在呢 我們資深的文官 其實它是 除了作為決策權的 這種三級機關的備用之外 其實你也特別提到 要強化專業 才要做政治任用 但是它其實會凸顯出來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說 難道我們台灣自己的資深 資深的文官都不夠專業嗎 必須每一次都要仰賴其他對外的求財嗎 國家每年編列了這麼多的錢 包括做了很多的文官的培訓 甚至還到國外去參加各種的一些 這個演習的活動 那代表說 我們國家編列這麼多的錢 對我們整個文官的培養的體系 難道都是不夠周全嗎 那以後是不是這些錢 都不應該再編列了 如果未來呢 我們都是要採取做 做這個文官雙軌制的任用的話 那再來呢 就是說 是不是也凸顯了 現在難道是新政府 會不會是因為現階段 他的缺還不夠用 他必須要來搶佔文官的一個 這個位置呢 我想就這兩點呢 我希望給這個主管機關 也好好的來思考一下 既然政府花了這麼多的錢 對文官的體制的培養 確實也很不容易 剛剛有很多的委員提到 這未來會不會壓縮到整個文官 整個升遷的空間 這個當然是這個見仁見智 但是畢竟我覺得 既然國家花了這麼多的錢 對文官的培訓 花了這麼多的錢 未來應該要從 如果說我們的人才的培育當中 如果是不夠周全的話 應該是從文官培育的體制當中去著手 而不是 就是說所有的一個新的政府上台之後 他任意的去改變所有的任用的機制 這樣的話反而沒有辦法 讓我們的整個文官的體制可以 比較穩定啊 甚至會影響了我們文官的行政中立啦 好 那來我最後再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 那個人事長我請教一下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第28條的規定 是可以設這個任務編組的 那當然機關也因為有這個需求 其實可以設立這個臨時性的任務編組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無止境的一直不斷的在設立 這些的任務型的組織 就會讓人家詬病成為是一種黑機關 那所以呢如果沒有法制化的機關 你現在又編列預算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會讓人家覺得說 是不是黑機關零利啦 所以你知道現在總統府跟行政院 今年有設了幾個重要的任務編組嗎 總統府底下有人權諮詢委員會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原住民轉型正義委員會 司法改革國事籌備委員會 新南向辦公室國家安全會議 國家資通安全指導小組有六個任務編組 那每一個任務編組裡頭呢 大概有10到38個人 所有的經費呢都是由總統府 或者是行政院的相關部會來支應 那106年的預算呢有883萬多 總統府106年在國家發展研究局諮詢的部分 新增了405萬 就是要給這些單位的幕僚作業 這個出國考察參與研究費等等的 那我要請教一下 現在沒有法制化的單位可以編列預算嗎 其實現在都是拿很多單位的錢來做支援嘛 跟人員的調度都是如此 但是未來如果為法制化的機關 你現在一直不斷的增加 是不是對我們現有的法制化的機關 它會是一個傷害 那另外呢 行政院底下又設了7個常設的任務編組 以及56個臨時性的任務編組 每一個編組都有幾十人齁 106年的相關的任務編組 至少的費用是1億8千多萬 那我要請教人士長 可以設一個任務編組 然後來當一個任務編組的幕僚單位嗎 比方說行政院科技匯報辦公室 就是行政院科技匯報 及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 這是臨時性 一個是常設性的幕僚單位 還有行政院的食品安全辦公室 是行政院食品安全匯報的院內幕僚單位 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 是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的幕僚單位 那另外呢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匯報 跟總統府的國家安全會議國家資通安全指導小組 這是跨部會的編組 但是這兩個部會呢 其實它的功能有沒有雷同之處 這個秘書 這個人士長你必須要去調查一下 跟了解一下 有很多的雷同的 你必須要把它 包括你剛剛提到嘛 交通部的部分 有幾個要把它重新做一個整編嘛 那有一些是不是必須我們去考量 有沒有存續的必要嘛 不需要的事實上不需要浪費這麼多的人力跟資源啦 好那我簡單的請人士長 回答一下我剛剛講的 可不可以設立一個任務編組 來當另外一個任務編組的幕僚單位 跟委員報這個任務編組 其實並不是一個常態性的一個單位 所以 剛剛委員舉了例子 我想那個可能有點誤解啦 但是原則上任務編組不應該 就是隨便設立 這個大原則我們會很努力來做檢討 我請教哈 任務編組有沒有一個規定 就是你這既然是任務編組有沒有幾年 你就必須得猜測 有沒有這個規定 原則上任務編組本來就是一個 不應該長久存在的 就是它有一個專案性時間到應該就猜測 那因為目前我們有一個機制 是叫常設性任務編組 也納入到任何機關的這個出入規程 所以送到立法院來做審查 市統他是內部單位 所以但是這一部分還是 我個人認為還是要多做檢討啦 你剛剛可能沒有聽清楚我的意思 我的重點就是在於 現在的臨時的任務編組太多了 而且等於快變成常設性的 對不對 你現在你每一個 你剛剛講嘛 本來臨時性的就是還有它的任務才存在嘛 你的任務結束 你必須得猜測 可是現在的臨時的任務編組 事實上很多都時間超過很久了 那難道我們不需要去做一個整理嗎 就是我們應該要給一些的期限嘛 你看如果說你這個任務編組 臨時性的都已經是常態性的 而且還長期經費跟人力在支持 那難道對一個正常化的這個機關 難道不是另外一種傷害嗎 我原則指教我們會來努力要求部會來做這番檢討 好我請那個人事長這邊呢 就目前的臨時性的任務編組 跟常態型的任務編組 提供一個書面資料 讓我們更加的了解 那現在到底花了多少的經費 在支持任務型 就是這種臨時性的任務編組 好嗎 好一定提供 好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主席 好謝謝我們接著邀請張宏路委員發言 不好意思我請任市長 我想要先請教一下齁 既然我們今天啦 我們啦有簽扯 我們今天的報告有行政院的組織改造啦齁 那您現在是擔任我們這個 推動小組的執行長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組織改造已經那麼多年了啦 那到現在還有很多的部會啊 也都還沒有一個定案齁 因為各部會有各部會有的有各同不同的想法 也有可能主觀的意見 然後或者是實際上執行的一些困難度 那我們的態度是如何 各位委員報 我想行政院組織法已經是一個法 一個一個法齁 我想它民國99年就已經通過 那行政院的態度一定呢 會繼續完成這個法 那把還沒有完成的這個部分呢 我想我們希望在這個 比較短的一個時間裡面呢 一定要完成它 那那這樣我請教一下 那我們明年我們編了多少預算 部分其實 基本上它不太需要什麼業務費 其實就是一種 主要是內部的一個討論跟會 所以預算非常非常少 那編在哪個單位啊 編在人事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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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在人事行政總處裡面的 我們的主編人力處裡面的一個 因為歸主編人力處的業務 我特別問這個就是說齁 除了我們有這個之外 那你這個組織改造 你也會牽扯到今天大家都在講的 三級機關 的一個問題啦 所以 我這樣子就是要說啦 我想要請教您啦 您所知道的 現在三級機關啊 它的值等 差距 你知不知道有差很多 大概有可能差兩個值等 就有些可能到14 有些可能到 也許12到13 就是在這個 大概在12到14這個中間 有不同的職務列等方式 你 你 我跟你講啦齁 你 您這個單位 您人事行政總處專門在負責這個的是 哪一個處長 是綜合規劃處還是 如果您說職務列等的部分 其實這個是歸全序部負責 你們這邊的業務啦 我們這邊的業務是歸主編人力處 對 對 那 你知道差多少 這個是分別從11到可以列到那個13值等都有 有4組列等 都是依照全序部的公務人員那個職務列等表的規定 我跟你講齁 最高可以列到多少 是 是3級機關還是4級 我只講3級機關 3級機關 目前是到 14 14 14值等 14 你看齁 這個都是你們的最主要的業務 我現在一問齁 你們大家也是這樣齁 我跟委員報 這個實在是因為我們的3級機關數真的太多了 不過大概就是這個range 我知道我們可能不夠精準 不是 我也沒有怪你們或沒有什麼 我不會說什麼你們今天來立法院什麼資料什麼 沒有 我要凸顯的問題是這個問題有多複雜啊 我跟你講如果你要講的話 你從9值等到14值等都可以當3級機關的首長耶 是不是這樣齁 處長 你剛剛說11到14 你剛剛講的 我剛剛 你剛剛本來講11到13嘛 然後後來我就說最高是多少 你們有人跟你講14嘛 那最低是多少 11啊 蛤 11嗎 最低應該還是11啦 11嗎 對啦 那我的資料是錯的囉 可能大家有點溝通上的一個 我跟你講齁 這個也不能完全怪你們 我要凸顯的是你3級機關目前有多複雜 是真的 我跟你講 你看所所 跟介志科所的所長幾隻等可以當 他不用11隻等也可以當 我跟你講 他不算3 我跟你講 在我們概念上不定義他3級 還有 你的典域長 對 對不對 呃 我跟你講 你們這邊列的是這樣子 可是 你在 各3級 你多少到多少值等 也都可以當 我今天要講的是 我們今天一直在討論這個3級機關啦 那我覺得你組織改造 你跟這個3級機關 其實你如果 不管證物的 藏物的 你證物藏物的情況之下 我要 我要 我要請教一下 你如果 只等差了很多的時候 你覺得各 跨部會的整合 跨部會的合作 你覺得順利的能夠推動嗎 呃 跟委員報 任何的這個官知官規 最後還是 這是由全區部來決定啦 不過我想 全區部在3級機關裡面 應該已經有列出幾組可能的一個 一個範圍 那個範圍大概就是在 剛剛講的這個 11到14 但是多數應該都是在12到13這中間啦 那我了解委員的意思就是 很複雜 很多啦 你包括 我請教一下啦 你包括 你包括退部會有多少三級機關 對不對 相當三級機關 算算很多 你退部會的三級機關有多少 那邊就 那邊的值等又有多少 我要凸顯的是這個問題有多嚴重 我不是要給你們考試 我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各部會的三級機關有這麼多 我們今天如果 只要討論說 啊這個三級機關 政務任用或常務任用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把問題太窄化了啦 我覺得 我們不應該看問題 不應該就只有這樣子 你三級機關有那麼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討論政務或常務之前 我們是不是應該 齁 把他 第一個 我們如果組織改造 把有的三級機關 有的是不是還適合三級機關 或是他本來 你改列四級機關就好了啊 對不對 這些東西 你各部會 所有的部會 你應該要有一個去一個整合 去一個一個出來 那我們再來討論這個三級機關 政務或常務 我個人是認為 我不知道 人事啊你的感覺 有的很多的單位 有的很多三級機關 我個人認為啦 你用政務官 我認為是沒有錯的啦 我們不要再陷入那個 保障升遷 或是政府專業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保障升遷 對公務人員一定要 不過也不能因為 這一個問題 然後來讓政府有沒有專業 政府有沒有效能 這個混淆 我簡單 我簡單請問一下啊 如果我們現有的鐵路局 鐵路局三級機關嘛 對沒錯 對不對 每天都在 所有人 全國 全台灣的人都在罵 鐵路局 效能不好 連個車票都買不到 那因為我們就是 既有的常任文官 我們既有的這樣子 他的思考都是一樣的 那如果我們有一個 比較外部專業的人 我們來鐵路局 來改革 來什麼 齁 他整個不只是 不只是你的建設 你的 你的售票 你的排班 你的班表 我覺得 如果能夠朝這個方向來走 是不是會更好 跟委員報 我想 你所謂的鐵路局 就是我們通證的台鐵局 他其實 不算我們的行政機關 但是我們也把它相當於 如果要比的話 可以大概相當於三 你現在來比也是三級機關 但是他不是我們正式定義 他是一個事業機構 不過我想委員指教 就是說一個事業機構 要怎麼經營得更好 他的一個機關 那個機構的首長 可以有更多元 有專業的一個考量來運用 其實這也是一個好事情 好不好 所以 任市長 我覺得 我們看東西 看事情 你就是 我們大家都太僵化 在哪裡 在我們這個是什麼 我剛剛已經先故意 我都凸顯你那個問題 是這樣子的 結果你現在又回來這邊 我的意思是說 你比照類似三級機關 有多少 你這次要做這個 你是不是應該把政府 整體納進來看 而不是我們 像您剛剛講的 啊這個是什麼 獨立機關 我覺得 或事業機關是什麼 我覺得 如果要做 真正你的層級類似三級機關的 你不管是什麼的 然後跟人民息息相關的 我們應該讓 那進來考慮啊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 一併來做思考 包括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前提還是要先 就有些三級機關 是不是包括他現在的功能角色 然後先把它定位 再決定說他的 他的植物列等 這些東西 事實上是一併要 要繼續做的一件事情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不要太局限於在 你目前的限制或什麼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 你不要太單純 你法令上 你組織法上的什麼 三級機關 你這樣子做 我跟你講 一般的人民 搞不懂那麼清楚 我今天故意問你動 問你吸 我就是要凸顯出這個問題 結果 我發現 我們 大家在體制內疚了 大家就僵化在那裡了 所以我要特別在這邊 跟您說的就是說 能不能換個角度思考 然後我們用這個角度來做 來整體的規劃 然後來把真正的 可以跟人民相關的 類似三級機關的 這個層級的 我們統一做一個處理 好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 好 我們謝謝張委員 接著邀請周春明委員發言 那周委員發言之後 我們會先稍作休息 謝謝主席 那還是有請仁市長 請仁市長 委員長 仁市長早 那我想討論到現在啦 其實我們可以確定一個方向跟價值 就是說 民主政治時代的治理價值 之一就是文官政治中立嘛 所以充分合理的政務人員 是落實文官政治中立的 落實文官政治中立的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方向跟工具 那其實如果我們確定了這個信念之外 信念之後 其實對於這個行政院提出來這樣的一個決策 我想你們應該更有確信啦 而且主要是在於說 是我們現行的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18條第二項的規定 當然這個不太能夠去認定說 它是一個特殊的規定 你只要符合了性質特殊且法律有規定 就可以得列政務職務嘛 這個如果照我的資料沒有錯的話 這個應該是在當時國民黨團提出來的 所以事實上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他們就有這樣子的一個認知 而且是堅持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考試院在他2000 2012年5月10號的一個會議 他也認定說 在這個文官制度新格規劃方案中 為了強化政府治理效能 以適度放寬政務職務範圍 將中央三級機關中 長理高度政策決定 或職務性質特殊的首長 審酌應否納入政務職務 所以其實這個方向裡面價值是對的 那只是說現在貫徹起來 執行起來要怎麼去做 所以現在請教一下這個任市長 那首先我想請教任市長 對政務人員的這個定義 或者我們現在的法律規範裡面 有提到政務人員的 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是 除了您建議說 將來可能要廢止 政務人員退職撫恤條例之外 其他有在其他的法律點章制度裡面 看到政務人員的定義或規範嗎 政務人員報 其實我們真的很少 對什麼叫政務人員 做一個很清楚的規範 除了那個退職金跟那個 那個條有一個政務人員 所以我知道考試院現在 也有在討論說要不要 要朝你一個叫做政務人員法 事實上之前也送到立法院來過 那因為沒有審完所以退委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真正的法治上 並沒有非常清楚的定義 政務人員的範圍到底 多廣要怎麼做分類別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未來 事實上也是在建立整個民主政治的一個 推動過程裡面 我們應該積極來思考一個方向 所以政務人員法是考試院來定定 應該這樣講 在過去的大概是過去的協商過程裡面 都是考試院來負責 雖然在憲法上並沒有提到這一塊 政務人員到底是 在憲法上沒有這種文字嘛 所以只是過去好像就通通是 就是由考試院來做這樣一個負責 好 那我們下次就在考試院的部分 再來請教 那現在就是說 那我們也看過人事長寫過的一些相關的文章 那以你個人的專業認知還有確信 你認為說重新建立政務人員的體制 有它的迫切性嗎 那請問充分合理的標準是在哪裡 以你的確信來說明一下 我現在已經轉任到這個政府部門擔任這個職務 而且我任職部門並不在考試院 那目前的執掌是在那裡 我是不是可以容許我不在這裡 對我以前所做的 當任教授所做的這個觀點做說明 那這個你認為還是考試院的執掌 那時候我們還是會請你來啊 現在的慣例就是由考試院來做負責 那在沒有改變這個慣例之前 我任何個人的發言 也許會製造不必要的那些困擾 好 那我們就回歸這個體制面 因為將來這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還是要你們負責來修正嘛 對不對 那就請教就是說依照目前的規定啦齁 大概大家知道的就是除了中央健保署 它是三級機關它是名列嘛 法律有名訂那其他是沒有的嘛 還有空勤總隊內政部的那個空中勤務總隊 空中勤務總隊不是要比較屬於事務性 對 但是當初的立法 因為當初的個別立法 我想當初一定有它的一個背景歷史 所以 那空中勤務總隊 其實它每年的預算數也不少啦 跟委員報告 那所以是符合你們所謂的 預算規模高的這樣的條件嗎 沒有 當初那個空中勤總隊 在把它當成雙軌制政務職的時候 並沒有討論到這些事情 但是在這個之前發生的事情 只是我現在重新來定義那個 本來基準法18條講的 叫業務性質特殊協議法律 所以其實這一次是希望能夠更細膩的操作 那個當初法律講的 什麼叫做業務性質特殊 那我們考慮結果 業務性質特殊這個字眼實在是有點 蠻見仁見識 所以才提出說 也許可以應該以政策導向 跟預算執行比較多的 作為可能篩選的一個機制 那大概我們一般的疑慮啦 就是說除了性質特殊且法律有規定 當然有法律有規定就比較明確嘛 要靠它各個單位的組織法來明定嘛 那性質特殊 就等於你要性質特殊又要法律有明定 那你們接下來修法的方向是說 負責政策擬議或預算規模高 影響部會重大施政 是這樣的要件 那所以不用法律明定 還是會放在組織法裡面 因為我們所有的 最後還要各個機關的組織法 這只是一個原則來篩選說 也許哪些三級機關比較適合做雙軌制 那如果我們確定要放雙軌制 就會正式在組織法裡面把它定上去 類似這樣一個方式 那是不是可以明確的再說 那目前有哪些三級機關 是符合這樣的標準 你認為說應該是要放進一個政務的聘用 附委員幫我們目前真的都還在討論 但是我還是要舉 批向以中央健保署好了 它就是標準非常適合 因為它現在就是政務職位 你看健保署負責多少這個健保 所以還沒有很明確的去抓哪些 到底適合是將來是政務的任用 因為你們現在所謂的雙軌嘛 所以也不排斥文官 也不排除政務任用 制度上設計就當然有雙軌的可 現在的健保署也是雙軌制 空警總統也是雙軌制 制度上都是這樣設計的 那怎麼樣去說服 因為大家現在有這個疑慮嘛 就是怕說排擠到這個文官的 當然文官的升遷應該不是政務的升遷啦 但是等於在整個社會 或者一些國家政府機關 交給它的任務更重大嘛 更負責任嘛 當然有些文官他會有想 他要報復要發揮的地方 那大家會有這個疑慮啊 那這個疑慮你們將來有哪些 比如說我的員額是限定多少 或者一些比較其他 可以去除疑慮的這些做法 我跟委員幫我剛剛講 除了那個篩選原則以後 我們一定會設定一個上限 就是說總量管制 事實上我們整個基準法 很多都是總量管制 那我們物質的會去討論 那個總量最多設定到多少 那事實上 絕大部分 因為我們30機關數量蠻龐大 我想根據台灣的食物的運作 現階段要先推動這樣一個修法 不至於會把那個總量 就佔的比例弄得太高啦 這個也是為了要確保文官 還是有這個優秀文官 他根據他專業 還是繼續在他生涯發展 那這樣會不會有矛盾啦 就是說還是要讓優秀的文官 他還是有擔任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這個是台灣 因為我們要承認 所有的制度變革都是 這也不叫制度變革 制度的演進都是要承認 過去我們有很長期的 一段歷史的一個演進 我們本來就是以文官為主的三級機關 那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制度 為了搭配民主政治的責任政治的需求 所以還是要務實地做這個權衡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權衡下 我們還是建議 還是用這種政務跟常務雙軌 然後給他階段性先流 比較一定比例的一個限制 這樣會比較好的運作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周委員 那我們先在這邊休息20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kindnes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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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恩 是应该 感谢观看 我们会 感恩 感谢观看 是一个 我想 那 我们也没有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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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因为我们 感谢观看 我们会 我们还没有 我们刚刚刚刚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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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够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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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拍摆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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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我们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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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如果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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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 我们会 我们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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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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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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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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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e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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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会 we 我们 我们会 我们会 我们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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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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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们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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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我们会 we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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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e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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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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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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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